2月29日 国际狮子会D4L2深盖博谷地区16家狮子会 共同联合主办 并由希望狮子会创会会长周平 主席李清瑜及深盖博 廖清河市长为总召集 策划的为健康而走活动 在惠蒂尔公园市举行 吕正达 吴梦珍 彭南林 于兰主持活动 50多个摊位由多位医师专家提供免费疫诊 推广走路 促进健康运动 让社区民众养成健走习惯 增强免疫系统 自然就可以抵挡细菌病毒的侵袭 在新冠状病毒肺炎迅速蔓延的现在 自我免疫系统的健康显得更为重要 当天活动现场除了健走运动 还有多辆健康检查车 所有服务都免费提供 不仅由牙齿健康检查 还有医师团队讲解病毒的正确预防 及心理建设 慈祭提供了免费医疗站 大会也提供了免费礼物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 我们的健走活动呢 有五六十个摊位 这摊位里面呢 有各种食方式 那每个食方式也包括了慈祭 今年这一次 我们是每一年都要办 每一年都要办 然后我们施子会 最一个主要的宗旨 就是来帮助在美国的所有的人 避免成为糖尿病的病患 因为现在是每三个 每三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是糖尿病 糖尿病的这个疫情的人 所以这个要很小心 我们一定要就是吃得健康 要经常的运动 不是东亚病夫 因为我们为了这个疫情 全国上下 在政府的领导之下 做成这么样子漂亮的成绩 事件越来越少 反而全世界的越来越多 我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走出健康 把我们的免疫力能够增强 因为你对自己好 对家里好 对社会好 对全人类好 活动也为在武汉及中国疫区 第一线医护英雄们 发起了抗疫物资捐赠 国际狮子会服务五远博介 希望以此抛砖引玉 为中国战斗在抗疫第一线的 医护人员筹款 所有的捐款交由国际狮子会 LCIF基金会购买所需医用物资 华夏电台记者 辉提尔市采访报道 华夏电台记者 条线医护音梁